今天咱们介绍一下豆浆的食物汤 很简单的一种 首先呢 咱们要准备 正常来的应该是准备一杯子的豆 然后把豆洗干净了 倒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呢 做的比较特别 做的是一个南瓜和白薯 把它们切成小块 也是大概一杯多的量 可以适量每杯多一次 然后呢 然后准备这个它配的杯子 把它一杯的水 然后把它倒在这里面 一倒的时候 可以留意一下 这里面有两条线 正常的话 这水要在两条线之间 不要低也不要过高 现在把它倒回去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鸡头 这个呢 鸡头呢 它这儿有一个装置 是可以选择的 那么这样 你一下就拿下来 咱们在洗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拧下来 然后你这里面是清洗干净 这里面要清洗干净 然后清洗干净 然后清洗干净 然后清洗干净的时候呢 我们干了之后 再把它转好 然后慢慢放下去 那做的时候呢很简单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那这个鸡头就是清洗干净 还要再用它快速到这样 那这个鸡头就继续在等待 那这个鸡头呢 这个鸡头就这样做好了 那这个鸡头就是清洗干净 那这个鸡头就像天桥 那这个鸡头就像天桥 那这个鸡头就是 dish干净 就像天桥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